Hello 好像很久沒跟大家分享一些扮演妻系列 一提到泰國菜 我想很多人都會心心眼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做菠蘿炒飯 每個做完一肉圓隻菠蘿上台 都被家人大讚好吃之餘 還以為是外面餐廳買回來的外賣 今次我都花了點心思 想想又要跟大家分享些什麼 令人嘩一聲的泰國美食 今次就要跟大家分享 世界十大名湯 東蔭公 不說可能不知道 原來泰文中東蔭是指酸辣 公就是指蝦 加上就是酸辣蝦湯 東蔭公湯的做法不難 把所有材料香料混在一起 一滾起就能喝 就這樣分享東蔭公湯 就差點生意 所以我決定一湯兩容 用自己煲的東蔭公湯 做個泰式東蔭公虎蝦燉飯 每一粒米飯都充滿著東蔭公的香味 原汁原味 嘩 一湯兩容 做一大煲的燉飯 再加個湯 之後自己炒碟菜就可以開飯了 在開始之前要提提大家 記得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了 一有新影片就會立即通知你 那就不會錯過我分享的好主意了 好 看看需要的材料 有虎蝦 草菇 車尼茄 米 蒜頭 蔥頭 椰漿 還有一堆泰式的香料 有冬蔭公醬 香茅 檸檬葉 藍薑 青檸 這次做冬蔭公燉飯的材料不算多 海鮮的代表我只選擇了用蝦 所以燉飯豐富一點 所以我就選擇了大隻的虎蝦 除了大蝦之外 大家還可以用大籽 雜錦海鮮 或者其他肉類的 這包夾冬蔥蝦是立刻市場買的 你看到蝦都比較大隻 之前吃過蝦肉都挺厚的 一包就有8隻 隨自己喜好 今次我就會用6隻了 好 把蝦放在室溫解凍 接下來就要處理其他材料 很簡單把所有材料切碎就可以了 我想燉飯吃起來更有口感 所以我就會加一點草菇 除了草菇之外 大家還可以用蘑菇 雞腿菇 或者瘦精菇等等 車尼茄我就餘了8粒 將它們切成一半 接著就要將蔥頭和蒜頭切碎 加了蔥頭和蒜頭 一起做個燉飯 燉飯就會香很多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這包泰式香料 其實之前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這種泰式香料 可以在街市買一些泰國雜貨的小店買到 通常我都是走過去跟他們說 我要做什麼菜 就像這次一樣我要做冬蔭工 他就給了這包香料包給我 這包香料包裡面就有香茅 檸檬葉 藍薑 和辣椒 香茅把它切成幾段之後 就可以在中間架一刀 讓它散發一些香茅的香味出來 檸檬葉就可以留起兩三塊 最後做裝飾 藍薑就切片 辣椒最後我沒有用到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太吃得很辣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 就可以把辣椒切碎 最後加進湯裡 這包就是剛才說的冬蔭工匠 這次我們做兩人份量 一包醬料就夠了 還有 做泰國菜當然少得椰漿 我這包椰漿65毫升 一次用一包 剛剛好 回到蝦的部分 這個時候蝦已經解凍了 就可以用水沖一沖 將蝦酥 蝦腳剪走 再挑蝦腸就可以了 好了好了 材料準備好了 看看這裡的材料 其實都不算很多東西要準備 步驟都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就算是第一次做 都可以很成功 零失敗 做到煲野味又很香的冬蔭工湯 好了 我們這個泰式冬蔭工是一湯兩用的 除了用來做冬蔭工湯之外 我們還會用來做燉飯 首先我們會先做湯 先準備一鍋水 我這裡水的份量是1000毫升 等到水滾就可以加入冬蔭工湯 再加上其他配料 就是香茅 檸檬葉 車尼茄 還有蝦 喜歡吃辣的朋友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上辣椒碎 好 等它煮一會兒就可以加椰漿下去 再煮多一兩分鐘 這個冬蔭工湯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級簡單呢 好 湯底就搞定了 是時候做個燉飯了 說到燉飯 沒錯 大家可以用電飯煮的 但這次我就想試用明火去做燉飯 好 在平底鍋裡加一點油 放蒜頭和蔥頭下去爆香 聞到香味 就加上米下去略炒 見到米有一點鑽色 少許微焦了 就可以放入適量的冬蔭工湯 坦白說我是沒有糧米和湯的份量 但按照平時煮飯的習慣 都是一比一的份量 大家又不用太擔心 我們可以在煮燉飯的時候 再看情況去調節湯的份量 加了湯之後 我們放草菇粒下去 蓋上鍋蓋 用小火煮煮10分鐘 過了10分鐘 打開鍋蓋看看 你可以試一試 其實現在米是未熟透的 我會加多1湯匙的湯 蓋上鍋蓋 讓它煮多10分鐘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中這麼複雜的 如果你想做完燉飯出來 多一點飯焦 就加少一點水 相反的 想燉飯軟一點 就可以加多一點水 好 時間了 又再試一試 現在的飯就剛剛好了 我就會把蝦放進去 還有一點車尼茄裝清一下 蓋上鍋蓋 讓它多焗5分鐘 好了好了 完成了 這個冬陰宮大蝦燉飯 超級超級香 好 大家又在廚藝解鎖 學會做這個金野味 又地道的泰國美食 冬陰宮湯 和泰式冬陰宮虎蝦燉飯 只要你懂得做冬陰宮這個湯底 再配搭一些你喜歡的海鮮或者肉類 就可以很輕鬆做到不同口味的冬陰宮款式 還有 湯底除了可以用來做燉飯之外 還可以用來做湯麵 意粉 或者焗飯 一湯幾用 這麼多選擇 你都快點試試做吧 如果你對於好像泰式冬陰宮燉飯 一些只是需要用幾樣材料 不需要什麼烹煮技巧 可以很輕鬆地做到一鍋 有菜又有飯的風味飯 有興趣的話 就一定不可以錯過我們 頻道熱手 電飯煲燉飯 今年我們會在patreon這個會員專屬頻道 跟大家分享100度永不重複的電飯煲料理 懶人電飯煲料理的計劃已經開始運作 除了又持續更新的會員專享食譜 我們會員頻道的第一次giveaways送禮物活動 也會在1月底第一次出場 不想錯過 就快點加入我們 成為我們的一份子啦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今次分享的 泰式冬陰宮 還有泰式冬陰宮虎蝦燉飯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記得讚好和追蹤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啦 Bye Bye